茄子番茄的做法步骤 1.长茄子切小片 番茄洗净备用 2. 3.炒锅放少量油 4.吸成热油倒入茄子片翻炒 5.边炒边加水 不要一次性加太多 6.倒入少量盐 7.下番茄块 8.继续翻炒 9.如果觉得炕可以继续加水 10.茄子炒软后倒入胡椒粉 11.倒入米醋 12.出锅前可放鸡精调味 瞧瞧我们 我是第一次吃这道菜 味道比想象中好吃 保留了茄子和番茄的味道 酸甜可口 另外需要醋的时候 才发现家里没有陈醋了 只好用米醋代替陈醋了 用了米醋后惊讶的发现 味道特别香了 我试试到自己的粉丝 继续红 所有質素页 是资格的 可放描写